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然你这个题目是你选的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讲关于这个东西 因为就觉得很特别 就是东京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很都市的 很城市的地方 可是它还会有像这种 所谓比较したまじ 比较一些纯朴的地方 就觉得很特别 OK 好 那我这边呢 对于这个字的印象呢 就是有一部日剧叫做 下廷火箭 阿布宽严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篇 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那个 したまじ的那个氛围呢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有亲切感的 因为一直以来我住的地方 在台湾我住的地方 就是非常したまじ的感觉 好 那首先什么样是したまじ的感觉呢 就是有一点乡下 然后住宅跟工业去工商混合 这样子的街道 那因为台湾本来很多地方 就有蛮多那种乡下的那种家庭工厂 或是那种小工厂 然后旁边可能就是住家 在旁边可能因为工厂有工人的关系 就有一些小的商店 那组合起来就是一整条街道 这样子的感觉是台湾很常见 那在日本呢 因为他们的规划上面来讲 住宅区会比较明确一点 好 那虽然说是明确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 呃 有那边有几间工厂 然后这条街是住宅区 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呢 就是属于已经是工商混合的状况 然后工 应该讲说工业跟住宅混合的状况 好 那究竟什么是したまじ的感觉呢 这个东西呢 它在分类上来讲呢 以这个名词来说 它可以分成是有地理性的关系 或者是社会历史性的关系 好 通常讲到したまじ这个字呢 呃 在地形上来说呢 它就是呃 比较靠近河川或者是海 也就是比较低地的地方 是它是下面嘛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是因为 东西有一个台地叫做五藏野台地 那五藏野台地 以台地这个名字来讲就知道它是属于比较高的地方嘛 嗯 相对于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呢 比较低的地方呢 就叫做下亭 好 下面 亭比较像是街道的感觉 城镇 城镇 对 所以下亭就是比较下面的感觉 那高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山手 就是山手线的山手 对 就是山手线的山手 好 那这是在地理上面的称呼方式 因为以前的人 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太靠近海边或河川 很容易会泛滥 因为以前的技术没有那么好 那所以呢 通常房子会盖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当然山上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呃 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 在一个他们可以规划的范围之内 有像是台地那样的地方的话 一开始建设的 应该会是台地那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 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 会先住在台地上 比如说 比较有全市的人 那 比较没有全市的人 才会往下住 没办法 因为上面盖完了嘛 所以只能住下面 好 所以另外一个意思 在社会地位上面的下亭呢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那时候 有一个叫江户幕府 他的 德川家康很有名嘛 那他在盖这个江户这个城镇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的时候呢 他其实最一开始 他有根据人的身份 去规定他所住的地方 比如说呢 像大明 或者是一些比较上级 比较高级的武士 他呢 就会去让他住在 像台地那样子 比较高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除了我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说 不要太靠近海边 可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住 以外呢 再来就是高的地方 在军事上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登高望远嘛 你可以看的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呢 在那些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地方呢 就作为军事据点 就让这些大明在那边盖房子 在这个周边呢 就是中级 然后在下级的武士 然后在下面呢 才会是一般的 人家以前说市农工商嘛 那市的人已经住完了 然后拥有地的那些农 就是大家已经用完了以后 接下来才是工商业住的 也是是庶民住的地方 所以概念上来讲呢 庶民住的那些地方就比较低 所以庶民住的那些地方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 汐玛基的区域 那如果对于东京的地名 稍微有点概念的话呢 现在什么样的区域算是汐玛基呢 大概就是江东区 墨田区 中央区 台东区 也就是如果也在更小一点的地方来讲的话 就像下谷 神田 庚金 然后向导 然后日本桥 金桥 浅草这些地方 对然后这时候一定有听到 浅草 日本桥 那边是汐玛基吗 那也一点都不庶民好吗 那是现在 那是现在 像刚刚提到 可是不觉得那边的氛围也蛮复古的吗 对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落后或乡下 它只是那个时候区分起来 它可能是比较住商合一 可能商店比较多的地方 那因为以前来讲 商并不是很高尚的职业 所以商会是属于庶民的那一边 可是现在因为真的是崇尚商业嘛 所以商业区也就是那些能够赚钱的街道 反而就变成繁荣起来了 大家可能想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复古的感觉 然后觉得好像很不错 可是就是这个复古的感觉 反倒就是它当时汐玛基的样子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去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汐玛基呢 其实是以前庶民族的地方 刚刚讲的是东京的部分 其实在大阪也可以这样子考量 可是它不叫汐玛基 怎么说呢 因为像是大阪有地名叫上庭 相对于下庭有一个东西叫上庭 这样的地名 那为什么叫上庭呢 就是当时在大阪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封城秀吉 刚刚我们讲东京有德川家康 对不对 大阪有封城秀吉 那封城秀吉呢 它在一个地方盖了大阪城 如果去过大阪就知道 大阪城那个地方呢 就是所谓的上庭台地 那那边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大阪历史的起源地 那相对于这个上面的地方呢 比较下面的地方呢 其实就算是下庭 只是说大阪那边不会这么叫它 它只有提到上庭 没有提到下庭 那大阪那边的下庭是哪里呢 当然一样 如果对于大阪比较熟的人来讲 比如说像是船场 然后岛之内 然后绝江 下船场 还有中之岛 那些地方呢 因为它比较靠近河川 或者是那个沟渠那些 所以呢 它基本上 其实算是比较低的地方 也算是下庭的概念 氛围上也是那样子的 不过如果对大阪熟悉一点来讲 应该会知道说 其实那个地方 现在也并不乡下 就是像中之岛那些地方 像什么圣诞节的时候 它就会很漂亮 就是现在新的建设 都让那些地方变得很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 特别要介绍这个下庭呢 因为被规划为下庭的地方呢 它其实理论上来讲 它虽然是历史上 庶民住的地方 可是呢 因为在那些地方 它的风情 会比较有亲切感 因为在现在的时代变迁下呢 其实历史上讲的 这些下庭的地方的定义 已经没有那么明确了 那当日本人听到下庭 这样的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种 它好像不是在大城市里面的感觉 会特别觉得很有历史的风味 比较纯朴一点 对很纯朴 然后很有亲切感的感觉 总会觉得那边的人 就是比较亲切 然后富有人情味 对对对 然后会让你想象到那种 以前的时代的美好 那种好时光的那样子的感觉 那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这感觉就跟台湾 所谓的老街很像 那只是说 现在台湾的老街 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商业的 商业的味道很浓厚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台湾的建筑的 的状况的关系 所以他们要保留 就是台湾老街要保留 旧的街景呢 通常就是 要不就是刻意营造 要保 真的去保留那种 很久以前的建筑物 比较困难一点 那日本 对那日本 大概从江户时代之后的房子 如果他们硬要保留 除了有遇到战火以外的地方 其实应该都还算是 可以保留得起来的 就他们呢 而且他们在改建的时候 通常会 如果有意要保留 原本的元素的话 是会保留得很彻底的 就是该是木头 他还是用木头来盖 所以他就算有经过改建 或修改 你还是看不出来 新的样子 还是会有那种风情的感觉 所以他们的老街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夏婷 这样的氛围呢 其实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那这也就是构成 我们今天为什么 想介绍这一集的关系 因为夏婷 其实有一些很特别的 文化跟风景 可以讲 那首先第一个夏婷 会让人家想到的文化风景呢 就是职人精神 日本的职人精神 其实日本这个国家呢 有一个名字 叫做 物作大国 物作就是制作东西 就是他们的制造业 其实是非常的发达的 其实现在去 撑起日本这个国家 很多技术的能力呢 就是这些制造业的技术 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职人精神 职人 职人精神 那什么是职人 应该大家都有点概念 职人大概就是 握有一定技术 某个领域技术的人们 那大部分 更准确一点来讲呢 就是那些可能制造东西 拥有制造技术的那些人们 那他们会在哪里呢 除了在大工厂以外呢 大部分的职人呢 好像都会有一种 就是比较顽固 然后比较坚持 自己技术的精神 毕竟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没有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精益求精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 把技术磨练到 把东西做到最好 对 那么好的地步 然后也很难就是 真的就是被称为职人嘛 那所以这些人呢 我觉得他们的职人 一定都有强迫症 我也觉得 那这些人呢 最常出现的地方呢 就是那种 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夏亭里面的小工厂 他们会叫做 Magico吧 就是小工厂 对对 就是台湾的小工厂 不是中小企业哦 就是真的小工厂 那一间工厂里面 可能也没几个人 那他可能很会 比如说很会做螺丝 或很会做什么 那就是工厂里面 就是几台机器 跟几个老师傅 然后也不一定老啦 然后以前可能会有师徒制 那就是很专注 在做一样东西 而且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我看过 夏亭火箭那一部片的话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个 他们那间公司 就是一间很标准的 Magico吧 其实夏亭啊 本来就是商业跟工业 然后还有 从事这些行业的人 居住的地方 所以呢 像是 比如说一整条街 都是书店的那种 书店间啊 或者是 一整条街上 有几间小工厂 组合起来 那种感觉的地方呢 就会特别 有这种夏亭的感觉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最一开头 我会说 我住的地方 一直都很有夏亭的感觉 因为台湾有很多 乡下地方 就是 乡下 也没有到非常乡下 但是就是 没有到乡下 比较乡下的地方 我旧家那边 算是一个 比较旧一点的社区 它其实里面 就有很多这样的工厂 对 但那就是乡下 那就不是大城市的感觉嘛 因为大城市的地柜 所以我们不会拿来盖工厂啊 那像这样工厂 然后附近就是 可能就在这间工厂工作的人 一开始就坐在那边之类的 然后 或是在家里就可以听到 工厂那边 轻轻轻的声音 对对对 然后附近因为 已经构成 这几间工厂构成一个聚落 然后就盖了 就开了商店 然后慢慢繁华起来 这个就是很标准的 西达玛吉嘛 那日本也是一样 那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的特征呢 所以这些职人们呢 就会住在 所谓 西达玛吉的 这样的区域里面 像在东京的23区里面啊 像是竹利啊 还有葛世啊 还有大田 品川这样的地方呢 都有很多的 玛吉工吧 就是小工厂 那这些小工厂里面呢 感觉印象中 就会有很多那种 持有比较高的技术 像我刚刚讲的 感觉很顽固 但是技术非常好的 职人们在那边工作 所以呢 这就是那个戏里面 想表达 那个西达玛吉的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是对于 西达玛吉 大家有一个普遍的 其中一个印象 除了刚刚讲到的 就是地形的地位上面来讲 现在可能不是那么绝对了 可是在文化上面来说呢 这个部分 却到现在还是有保留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 对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像这样的夏亭呢 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讲呢 就是有一种 现在越来越不容易看到的风景 因为新的城市的规划里面 它可能就不会让这些工厂 错立在住宅区里面 然后再加上呢 新的城镇 新的街道 它比如说开商店的样子啊 还有就是可能新规划的地方 大家都是后来才搬进去的 人情味就没有那么重 然后再加上房子也是新盖的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 什么样的氛围呢 像夏亭这样的氛围 就是日本以前的那种风情 以前的那种感觉 甚至呢 也会少了一些 以前人传承下来的氛围 因为都是新的嘛 那这个旧的这些东西的感觉呢 就营造出现在这个夏亭的感觉 也就是原本 如果不好想象的话 就是我们去老街 希望能够看到的东西 除了那些商业化的东西以外 就是以前人在这边生活的样貌啊 或是那些很有风情味 很有人情味的感觉 其实我们在早的 某篇文章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夏亭这样的氛围 给人家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所以他们也会用这种氛围 来代表某一些形象 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广告 某个地区 他会有夏亭的氛围 那那是什么氛围 大家就可以有点概念 就是或许他会有一些 卖的比较旧的东西的小店啊 或是可能会有那种 类似台湾的杂货店的那种小店啊 然后 街道可能比较窄一点点 然后房子或许会比较 旧式一点点的感觉 然后重点是 人感觉会很有亲切感 然后 对 很乡土的那样的感觉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 夏亭 也有一种说法 叫做 就是在夏亭出生的人 什么叫在夏亭出生的人呢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乡下人 但后来我 我去了解一下 发现他不是乡下人 就是说在那边出生的人 让人家有一种亲切感 比如说如果 某一个大明星 然后他说 他是在一个 像夏亭那样的地方 出生长大的人的话 因为他原本的感觉 是给我们有距离感的 可是他在那边出生长大 就觉得 原来他就是 跟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里面 出生长大的人 那就会特别 突然就拉近距离 对 有亲切感 有拉近距离的感觉 还有就是 比如说电影的拍摄 电影的拍摄 如果说都在一些 新的街道的话 可能会很难去营造出 比如说在日本的感觉 或者是营造出 如果他是一个 有一点 时代的感觉的话 他就看不出来那种效果 可是他如果把镜头 移到夏亭 或者是在拍摄过程当中 描述这个人物走近 像是类似 舌玛姬这样子 街道的时候 就会让观众感觉得到 这个人他就是一个 很活生生的一个人物像 很亲切的一个人物像 而不是电影营造出来的 一个太遥远的角色 所以他其实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利用这些风景 那如果要以台湾的角度 来看的话 就是比如说 他说他是在眷村出生长大的 就会有那样子的氛围 然后或者是说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安排这些戏里面的角色 他不是到餐厅去吃饭 他就是去吃一家面摊 然后那种面摊 就是那种 大家都小时候都吃过 对小摊子 然后桌上还有一桶 橘色的筷子 就是那样子的氛围 就会让人家觉得 很有亲切感 对就是跟我们生活一样 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东西 虽然说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现在都不见得会去碰到 这样子的场景了 可是对于很多 就是有共同 这样子的时代记忆的人来讲 这个夏婷呢 就是一个很好带入情绪的 的一个 算是关键字 或者是一个氛围 这个是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就是切入今天的 最主要重点 虽然前面欠言已经很久 因为想要介绍一下 什么叫夏婷 就是呢 我们找了一篇文章呢 它 特别去介绍了 关于东京 几个有名的 很推荐的夏婷的 观光景点 那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东京的老街巡礼 的七个选择 那为什么会想要去逛呢 因为除了 那个地方 它可能本身 就很有趣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些 本身你一听 就觉得 这个我知道的地方 以外呢 在那个地方 通常可以感觉到 就是很像 时光静好的那种 旧时代的感觉 有一种怀旧的气氛 然后通常 它是可以慢慢的散步 然后或许 风景或街道 也蛮有特色的 可以拍照 那样子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那些 通常都会有很多 很好吃的店 对 我就是要讲这个 通常都会有很多 很好吃 因为那些地方 可能很久了 所以它会有一些 小吃的那些老店 然后就 会很有趣 因为边去玩 就可以吃到一些 小美食 当地的美食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进入 观光的时候了 首先第一站 就是大部分人 去东京的第一站 应该99%的人 都有去过吧 去东京的话 对 就是浅草 没错 浅草 浅草 大家想到浅草 应该会想到 那个浅草前面 那个雷门 雷门跟浅草寺 很大的那个 然后从雷门 那条那个门 走进去 然后一整条街 都是逛街的路嘛 然后一直走到 浅草寺的门口嘛 我印象中 是这样的一条路 好 那其实呢 除了那条路以外 它的周遭 也都是类似 那样子的房子 嗯 好 就是那种 比较有点历史风情 然后都不会盖很高 然后它可能 街灯都是用红色的 那种柱子用的灯 之类的 嗯 那大家可能会去逛的时间 都是白天 那白天呢 其实 就是很热闹的一条街 可是到了晚上 其实开灯 是非常漂亮的 嗯 只是大部分人 不会去逛晚上 因为晚上店都关了 就没什么好逛的 可是单就散步 这件事情来讲 那边很好玩 好 那白天的话呢 就是很热闹 会卖一些观光的 就是一些产品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到了晚上 它附近呢 会开很多居酒屋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有好多居酒屋 这样子 那 呃 除了居酒屋以外 其实大部分的店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种知人的店 好 比如说你可能 会在那边买到那个 江湖的琉璃制品 对 琉璃制品 还有一些 比如说做蛋糕的 做丸子的 做甜点的 还有做那个什么 类似鸡蛋糕 那样子的东西的 反正就是很多 像我卡西那边 也有很多名店 嗯 那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像那样子的店铺 那其实这些店呢 对现在的我们来讲 就哦 它就是一个很繁华 很热闹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来说呢 它就是以前的夏婷 因为就是商店街的感觉 好 所以走在那边呢 或许大家没有机会感受到 不过那个就是 所谓江湖时代的氛围 好 那本来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景点了 不多做介绍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而且去看那边的房子 然后你就 你要说它是日本风吗 我觉得不只是日本风了 它应该就是一个 日本怀旧风 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回到江湖时代的样子 这样子 好 如果看日本时代局 就一定可以理解 这种感觉 好 那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 人行亭 对 人行亭 人行亭呢 它其实在就是 当时的江湖的中心的区域 就是大概日本桥 那一带的地方 好 然后 在那边呢 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 旧的街道了 好 不像前朝那么明显 是很标准的那种 光光的老街的感觉 对 但是呢 其实在那边也还有很多老建筑的 氛围 或是老店 对 老店 而且可以在那边慢慢的散步 那其中呢 有一条街道呢 叫做 就是干酒横丁 什么什么横丁 大概就是 什么样的街道 什么样的商店街 那样的感觉 那在那边呢 就会有很多 就是老店 在 卖一些 吃的喝的 用的 小东西 这样子 那比如说像是 什么 鲦鱼烧啊 然后 人行烧 人行烧 对 人行亭最有名的 就是人行烧 然后还有什么 豆浆的甜甜圈啊 之类的 那些店就是 可以边走边吃的一些 很有趣的店面 这样子 我之前看完 新参者的时候 就好像要去人行亭玩玩 对 新参者一直有拍到那个 那个街道 就是在人行亭 对 其实很多日剧 他都会特别去选 这些老街去拍摄 就是一个 时代的感觉 还有一个非常 很亲近的感觉 对 好 那第三个 夏亭观光景点 在 墨田 对 墨田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哈 墨田不就是那个吗 晴空塔那里吗 那里哪里 乡下了 其实晴空塔那边 附近都很乡下 因为他当时选的立地呢 就不是选在一个 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 他是那个 晴空塔盖起来之后 他的周遭才 慢慢的起来的 原本的附近 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的 好 墨田就是一个 真的还蛮 喜大妈基的地方 你只要 离晴空塔 稍微远一点点 就可以看到那样的氛围 当然我们 会把这个 我们看的文章的连结 贴上去 在我们的那个 下面影片的介绍栏位那边 那可以点进去看 那里面有 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 这些街道的照片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是一个多以前的感觉 其实他这个街道上的照片 拍了一间 看起来像是 五金行的东西 我小时候 我家附近的五金行 就是长这个样子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 那个五金行 还是长这样的 对啊 东西都会摆到外面来 只是啊 日本的街道 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件事情 你说很可爱吗 就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是 他路边也会停车 可是停的是脚踏车 对他们不会有路边停车 台湾停的是摩托车 很多的摩托车 他们路边停车会被拖走了 他们也没把路边停车 你看这个路多小条啊 好 那讲到这个多小条呢 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 这张照片呢 介绍的是一个地方 叫做 旧之街 哈都の町通り 好 然后这个旧之街 商店街呢 其实它是拥有90年左右的历史 在这个墨田区的一个商店街 那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久的历史呢 是因为它完美的躲过了东京大空袭 那因为没有被空袭到 所以呢 就没有重建 没有重建呢 它就是以前旧的样子 那旧的样子的差别 就是以前没有车子 没有那么多的车子 所以呢 它的那个道路的宽度啊 还是战争之前的样子 也就是很窄的样子 那也因为这个窄窄的路 再加上旁边的旧旧的房子 也还有旧旧的店 所以呢 就有非常怀旧的气氛 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还 现在那边也 慢慢都会去翻修啦 会出一些新的店 不过呢 他们还是会保留 就是那个地方的特色 现在对他们来讲 这种怀旧感 昭和时期的感觉呢 就是 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地方 反而是个商机 对啊 像除了刚刚讲的那个 旧之街以外呢 还有像附近有一个叫 Kira Kira Tajibana Jodengai 闪亮亮举的商店街 然后据说这边呢 就会有很多 就是卖 卖熟食的 还有一些卖一些干货的一些店 我觉得想起来 可能像 卖干货 我想到 迪化街 对迪化街 就是可以边走边逛街 然后还会卖很多那种 挂在外面 然后很便宜的那种服饰 但是可能是妇人的衣服 就是阿桑的衣服 可是我曾经在那种店里面 看到那种 其实很可爱的衣服 就是它的布料很可爱 然后 就我有买过 都还蛮强的 捡便宜 对就是你自己要眼光独具 调到适合你自己的东西 好 那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下一个区域 下一个区域是 骨根签 它其实是三个区域 嗯 骨中根筋签 筒木 嗯签筒木 那这三个区域呢 它大概就是在附近啦 那其实这三个区域呢 都具有非常浓重的 这个夏亭的风情 好 那要去那边逛街什么的 也都很有 很好玩 那如果要过去的话呢 嗯 可以找到一站叫做 日暮里站 从日暮里站走路 大概几分钟 就可以到 所谓这个骨根签的 这个商店街 嗯 那其实从车站走过去的话呢 它那个地形是比较低的 所以从车站过去的话 就可以从上往下看 这个商店街 嗯 然后那个氛围就非常的好 尤其在黄昏的时候 可是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就是有点尴尬 因为我觉得照片很美 可是如果你看到 这样子的风景的话 大概也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逛 差不多了 对 换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下午去啦 然后好好的逛完之后 在那边待到黄昏夕阳的时候 看完这样的风景 拍个照以后再离开 我记得我们上次去哪里 呃 陈田 陈田吗 哦 对 陈田有看过这样的风景 然后还有我们有去神乐坂 也是有坚持要带到黄昏啊 哦 对 还有那个 神乐坂也是夏婷啊 神乐坂也算夏婷吗 现在超热闹 现在的夏婷 可是神力 现在被归外 以前不是夏婷的那个区域 但是现在被归外的夏婷 这个 这个地方 哦 可是神乐坂是一个 沙卡 就是一个 一个坡 一个坡 对啊对啊 不过那真的很有夏婷的感觉 如果对神乐坂的夏婷风味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那个 二公和一眼的那一部 它里面 因为神乐坂有很多料亭啦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 也是有一种复古的风情 对对对 像这样 古跟前的那边的店呢 就会很有他们在地的那种 生活圈的感觉 可能会有一些 卖很便宜的衣服的店啊 很便宜的肉品的店啊 之类的 其实我这样看起来 蛮像那个耶 阿美的库舅 其实都很像 都很像 因为就是赏点街嘛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 卖一些小东西啊 杂货的那种店 嗯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时候 开放逛逛以后 可以去 可以去看 逛逛 对 好 那下一个 第五个经典 第五个叫历史 它在葛市区 嗯 葛市就是那个 乌龙派出所 对 乌龙派出所的那个背景的 那个葛市区 还有有一部 很有名的日剧 好像也是在 葛市区 有位背景的嘛 应该是电影啦 那是电影吗 男人争命苦 不知道 这部电影有点旧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可是很有名耶 它叫 Otoko 自来有 对不对 嗯 它很多部 它是电影 但它很多部 哦 难过我会觉得 它有日剧的感觉 因为我很常看到 这个片名 那这里是葛市区 那其实 不管是哪一个 其实它 都想要营造一个 很接地气 然后很 接近我们生活的 这样的氛围 那在这个 葛市区的这个历史 这个也是一个 像是商店街的感觉 它也是非常浓重的 昭和的风情 那 可能会有很多小店啊 居酒屋那种感觉 甚至你可以从中午开始 就 就在那边喝酒 那样的感觉 对 就是 非常特别的风情 那 它那边有一条商店街 叫做 仲建市 商店街 中间是商店街 那边还有卖 那个 应该就是 类似烤内障 那样的东西 嗯 真的是 那很好笑耶 它说 因为客人太多了 你如果不大声 跟他点餐的话 店可能不会注意到 这个日本人 全然觉得很特别 可是台湾 大部分的店 都这样子 台湾大部分的店 都很吵 因为你住在乡下 对啊 然后 你都要大声一点 就是跟他点餐 然后 因为我平常 就是讲话 不会很大声 然后有时候 常被忽略 不是 我点餐的时候 那个店员就很不大 说 说得多声啊 听不懂 就是 嫌我声音太小 有时候还直接被忽略 对啊 对啊 你听不到啊 像我现在 比如说中午要订便当 打电话去便当店 然后声音如果太小 就是店员都听不到 所以 日本人可能觉得说 这种就是 你要大声点餐 是觉得很奇怪 很有趣的事情 可是在台湾这很常见 不过这也就是 热情跟人情味啦 嗯 对 那其实这种热情跟人情味呢 我刚刚有提到一个 就是江户嘛 他们有一个叫 就是江户之子 上次好像在某一集里面 有提过这个名词 那夏婷的人呢 就比较会有那种 江户之子的那种 氛围 比较豪爽 比较豪迈 的感觉 这样子 好 那景点六 也是跟 也是在葛市区 柴佑 柴佑这边呢 有一个商店街 它是 要通往那个 帝氏天 这个 是一座 庙 庙 一个 不知道是还是庙啦 对 反而它就是 供奉的帝氏天 这样的一个神 对 的地方 那因为日本 通往这个 庙神社 这样子的路呢 要去拜拜的路呢 就叫做参道 参观的参道 所以呢 这个商店街的名称 就叫做帝氏天参道 它是在柴佑这个地方 柴是那个柴犬的柴 然后又一次 再一次的那个柴 柴佑 那它其实也是很多电影很有名的景点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男人真命苦的拍摄的场景 对 那这个 第四天呢 它 那边会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他们 一年会有六次 所谓更生之日 你可以把它想成 类似感激 庙会那种感觉 就是 它是一个 特别吉利的日子 那那个时候呢 就会吸引很多观光客 去那边 拜拜 然后当然就是去 那个街道逛街 那就我们看到的图片来讲 这街道真的是 很漂亮 对 就是诸事大吉的感觉啦 对 参道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参道会很多就是 礼品店啊 然后糖果店啊 饼干店啊 甚至还会有些买吃的 买茶的店 都很值得去逛一逛 这样子 所以一路就是逛到第四天去 对 我非常非常喜欢去日本神社 就是很喜欢它前面的参道 很多好吃的 对 你看像我们第一个介绍的浅草 也是一个参道嘛 对 然后像这个第四天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橙田 橙田前面的参道 也是超级棒 春天山 对 还有像京都那个二年版那些 基本上它也是要去清水寺 那些寺的参道 对 其实大部分参道 只要有构成商店街 都挺好玩的 这样 嗯 对 第四天参道 好 观光景点七 我们最喜欢的月岛 为什么说月岛是最喜欢的呢 其实月岛 我自己去逛过 就是 没有很多东西可以逛 那它有一个很大 很棒的重点呢 就是月岛很有名的东西 叫做文字烧 对 文字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文字烧 很难用言语形容 但是很好吃 它的看起来可能不是那种美味 但真的吃起来很棒哦 你看起来不是那种美味 好 那简单介绍一下文字烧 上次有讲过了嘛 在我们介绍那个 那种各种烧的那一集 对对对 各种烧那一集 文字烧呢 就是把一些碎的蔬菜 碎的肉 碎的各种东西 然后拌面糊 然后可能可以再加起司 或加麻糬 明太子之类的 明太子 然后把它拌成一壶 像是肉泥这样的就是 对 反正拌成一壶 稠稠的东西 然后放在烤盘上煎 但它煎起来呢 是不太会成型的 它不会像是烤饼这样煎成一块 它就是糊在那个烤盘上面 然后它熟了之后 你就拿小铲子挖它 对对对 然后一口一口挖来吃 那因为你在烤盘上面 只持续加热嘛 所以你每一口吃到都是热的 而且吃到后来呢 它还会稍微有一点 锅巴这样的感 它不会弄到烧焦 就是有一点点 焦香味 烤得比较干 那种感觉 那因为它这些 刚刚讲的那些蔬菜 都是很好吃很甜的 可能有肉的味道什么的 所以它加在一起的味道 是很棒的 那就再加上 它没有像一般的 什么什么烧一样 就是会成型 会成型通常都是 可能有用面粉 或什么的 所以它比较没有 那么重的饱足感 因为它基本上 比较没那么多 偏主食的东西 然后所以 吃这个就 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 而且它的味道 超适合配酒的 各种酒都适合 适合配酒 对很棒 如果你们自己家里面 有那个铁板之类的 其实可以自己做看 上网找一下 文字烧的食谱就可以有 好为什么强调文字烧 就是没有烧铲子啊 那下次去月岛买 月岛的那个 沿路都有 お土産的店 它都有在卖 那个小铲子 对 其实我真的 蛮喜欢文字烧的 文字烧也不一定 只有月岛才有 可是月岛这条街上 就好几家 月岛的文字烧 是很有名的 对那台湾也会有 那个分店 有的就叫 月岛文字烧 就知道它其实 月岛就是一个 创始的地方 这样子 好那 那其实月岛附近呢 大概最近这一阵子 都在重建 就是那边 很多的房子都拆掉 然后改建大楼之类的 可是呢 在这条商店街 以及它附近呢 还保留一些 比较算是昭和初期的房子 虽然说这条街道 比较起之前介绍的一些老街 它比较没有老街的感觉 可能它路比较宽 然后在它房子 看起来也比较新式一点 可是呢 其实它附近的周遭 还是带有一些 昭和初期的氛围 那最有趣的就是 晚上可以吃到 很多的文字烧 你大概一间店就吃饱了 不过你给 就是可以去不同趟 吃不同间 然后 如果想要参观 就是日本人 喝醉走出来的 那个样子 然后又不敢去那种 真的比较繁华的街道的话 像这样子的街道上 就可以看得到 喝醉酒的日本人 而且这种店 也比较好走进去 对对对 关于月岛 就是 最有印象的 还是文字烧 大家有机会 可以及时看看 好 那其实 讲不到这里 夏婷 它文章里面介绍的 观光节点 就介绍完了 不过其实 现在要讲说 夏婷这样的氛围呢 就不只是这些地方 只是这些地方呢 是东京原本 就可能比较有 夏婷氛围 或文化的地方 那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也被归类为夏婷 就像刚刚Soda讲的 只要稍微 有一点老街的氛围 都可以是 有啦 只是台湾通常 这种老街 现在都太商业化了 比较不会有那种 复古的氛围了 对 而且它就是 就是老街 它跟夏婷的 就是去逛而已 你就只能去逛而已 跟夏婷的氛围 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会有什么 职人的店之类的啊 不过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像是苗栗啊 或是新竹的 山区一点的地方 有那种客家庄 有没有 那种也有的 会称之为老街 那就是你去逛的时候 你觉得它老街 氛围不够 还有太多住宅区 然后没有什么 上线气息 那个就是夏婷的氛围 大概是那种感觉 但是对我来说 比如说像我之前 住的地方 台中的郊区 一些的地方 我觉得那就是夏婷啦 你还能够在街道上 找到那个 就是比较旧一点的 住宅区 社区那种的 就会啊 对啊 你还能够在街道上 找到干嘛店的 就是那个杂货店的 我觉得就是夏婷 现在这个氛围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我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 就是放学的时候 都一定会经过很多那种 就是小工厂那种地方啊 就是要经过那些 工厂才回到我家 我觉得那个就是夏婷的感觉啊 嗯 的确 其实这些分 这样子的主题性的旅游 也蛮好玩的 就是锁定这些夏婷的区域 还有像我之前也有查过 书店一条街 对 书店一条街 或者是布的一条街 卖布的一条街 对对对对 还有像 我在查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到的是那个 潮鸭 就是那个 潮鸭只是老人多了一点啊 没有 可是那个就是也是 也是很有夏婷的感觉 就是商店街 可是是比较接地气的商店街 就会有一点那样的氛围 像 因为我之前住大阪嘛 然后 大阪它有一些 就是地方 那种商店街 比较老口一点 对 好 那其实今天的主题 大概就是这样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夏婷这个名词 然后还有就是东京一些 有名的夏婷的区域 现在是去不了啦 等到能够去的时候 希望可以就是 到这些地方去 走一走逛一逛 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浅草那附近 不是白天的浅草 不是那条最有名那条街 那个雷门那个 我也是觉得 就逛过了 就看过就行了 但它附近的街道很棒 它晚上逛街起来 就是走散步的感觉也很好 然后居酒屋的感觉 也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还有像那个 墨田那附近 虽然Skytune那边很有名 可是它 离它远一点点的 那种氛围也很好 然后还有像 我们上次有 逛的时候 刚刚Sara可能有提 像那个上野 我刚刚有讲阿美横丁 对对对 阿美横丁 对对 上野那附近 它也是就是 非常的 有以前街道的感觉 然后也很能 可能大家都 只会去阿美横丁啦 但是其实上野附近 其实也不错逛 对 就是有一点 他们住宅区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对于 这种旧式的感觉 觉得如何 可是 可能我会比较喜欢 这种旧式的日本 因为我觉得 这样就很有日本的感觉 反而就是 完完全全 很新很新的 这种日本就会 就觉得 可能世界上的大城市 都长得差不多 就都很漂亮 都是那样 对 但是这种 当地风情的感觉 所以就有一点历史感 就像如果去欧洲 你如果去 待在大城市里面 你可能 不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去欧洲 是去逛古堡 之类的 就很有那种 旧式的风情的感觉 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啊 好 那希望 可以赶快 对 讲到这个 日本的那个边境管制 有开放 比较多一点点的人 可以进去 好像有一些条件上的 商业的拜访 还有就是 留学生 达到某些条件的话 是可以 已经可以过去 所以看起来就是 观光上面 的开放的时间 好像已经指日可待了 不过还是要看 大家所在的国家 像我们在的 台湾 出得去 但是回来 还是可能 还是要隔离哦 对啊 就是希望 赶快这些疫情 都可以消减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去玩了 这样子 嗯 期待那天 赶快到来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概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 多找一些 类似像这样子 可能我们觉得 比较有兴趣的话题 上一集是 一周年回顾 所以这一集 就是新的一年的 第一集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 会喜欢我们 所挑选的主题 如果你对我们的主题 有一些 有兴趣的地方 还是想要回馈 给我们的东西 或是希望我们聊 些什么东西的话呢 也欢迎就是 用各种方式 包含我们的 经营的群组 还有就是 email 或是直接在底下留言 我们都会尽量 看得到 然后回应给你们 嗯 好 那今天的主题 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